我们先来关注法庭新闻 槟城29岁男子涉嫌当街刺杀旧母 在试图跳海自尽的案件 引起了全国人的高度关注 男嫌犯今天在医院面对谋杀罪指控 推示则定明年3月25号 审理这起案件期间不可保释 另一方面 在雪兰娥因为忙于工作 而不小心将女儿 遗留在车内致死的38岁妇女 也在今天出庭面控 但是她否认有罪 法官允准她保释候审 案件明年1月30号郭唐 一名涉嫌当街刺杀自家旧母的 29岁男子行生后 试图跳海巡短 最终被渔民救回 他今天在槟城中央医院留意期间 正式面对控罪 被控犯下谋杀罪行 推示西利·祖莱哈吉和副检察司 努阿米拉在中午抵达医院后宣读控状 指被告在12月19号早上10点55分 在北海一间玷污前谋杀42岁的李燕轩 触犯了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被告目前不可保释外出 而推示停已定于明年3月25号过堂 到时将会一并提成验尸和化学报告 根据案发地点的闭路电视 被告在犯罪时全程蒙面 并从后方突袭死者 他在作案后留下凶器 然后骑摩托车前往滨卫大桥 试图跳海巡短 最终被海上的渔民救起 随后被警方逮捕 槟城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嫌犯相信是因为嫉妒才会犯案 焦点转向雪兰儿八打零在野 一名38岁的妇女 因为工作繁忙 不小心将两岁女儿 遗留在车内 导致女童婚死 被告诺沙利 今早到八打零在野法庭面控 被指抵触2001年 儿童法令第31之一之A条文 他在听闻控装后否认有罪 法官责定案件 在明年1月30号过堂 副检察官艾尼哈斯玛 先是提出以15000令吉的保释金 以及一名担保人 允准被告保外候审 但辩方律师随后以被告 也受到心理创伤 请求法庭减低保释金额 法官最终将保释金 调降至7000令吉 并要求被告每个月 到附近的警察局报到 同时不得干扰控方证人 根据指控 被告当时本打算将女儿 送到幼儿园 然而他途中却赶到公司 处理网购业务 并没有立即将女儿 送往幼儿园 直到下午才发现 女儿已在车内不幸身亡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